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8号的台视 五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新北市英哥区永福公接种站 昨天在进行BNT疫苗接种作业的时候 因为医疗作业疏失 有25人包括14名女性和11名男性 遭施打未经稀释的疫苗原意 所幸目前这25个人状况正常 而负责施打的恩主公医院 接种作业遭到暂停 这也是全国首次发生 整瓶浓缩业打在民众体内的事件 依照正常计算的话 每瓶的BNT疫苗大约可以打6个人 但是恩主公医院却将每瓶给一人施打 打到第25人才发现 等于足足少打超过百人 医院替民众打疫苗 却发生了医疗疏失 卫生局证实27后当天 分别有14名女性和11名男性 年龄介于18到65岁 透过疫苗平台预约施打BNT 他们是在英哥永福公的接种站 由三峡恩主公医院的医护人员 协助接种 却造施打未经稀释的BNT疫苗原液 还好接种完 目前只有出现注射部位疼痛 没有异常或强烈副作用的状况 但必须密切观察一周 卫生局也紧急发检讯 通知原本预约9月28号到10月1号 这4天要施打的800位民众 改到附近的轻浮医院施打 那一般来讲可能或许会在局部的 中障感或者是说疲倦感 这一部分上可能会比较显著一点 那至于说会不会反而比较容易诱发 所谓的风暴或者是疫炎的风水变更大 因为过去国外曾经发生过的相关经验来看 目前是没有相关的事情发生 不过当然个案数并不多 我们还是有待要观察在这一次事件中 要留意的一些严重的一个副作用 因为BNT疫苗每瓶含有0.45毫升的 冷冻浓缩液 必须使用1.8毫升 无菌生理食人水注射液 吸食后才能施打 比起其他疫苗的接种作业 需要花更多的前置作业时间 这回医护人员是哪个环节出差错 整体事件又是怎么被发现呢 那因为当时就是药匙直接把这个交给 交给就放在冰箱里面说 这个25瓶要先施打 那护理师知道说先施打 然后看有些瓶盖掉 所以他们就误以为是 那其实所有的错误都是 一连串的错误累积起来 到目前为止呢 民众并没有异常的反应 但是卫生局还是会持续要求医院 持续的做健康的关怀跟追踪 现在新北卫生局已经停止 恩主公医院疫苗施打作业一周 作为惩处 召集医疗小组调查 要求加强人员训练 如果院方没有改善 最终可以终止疫苗施打合约处分 避免历次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纵报道